根据电子商务研究网站Marketplace Pulse的数据 世界最大的线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 有50%卖家来自中国 而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的亚马逊网站上 中国卖家比例都超过50%以上 凸显了这些国家国内电子商务公司的匮乏 在亚马逊美国网站上 目前美国的本土卖家占多数 但是美国的趋势也在发生转变 据Marketplace Pulse的数据 2021年1月 亚马逊美国网站上超过60%的新卖家来自中国 而在全球范围的亚马逊网站上 中国的新卖家的份额更是高达75% 尽管因为一些卖家拥有多个销售账户 这些原始数字可能会有偏差 但方向性的趋势很明显 亚马逊商家的重要商业模式 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的商家 已经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广东深圳 形成了一个中心 亚马逊上的许多知名品牌的总部都设在那里 包括UKI A EMPOWER RAVCOVER TOTRENIX 他们生产的科技产品配件都在亚马逊上热销 而这一战略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占许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6月下旬的会议上表示 跨境电子商务是北京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并示意中国商人在海外增加库存 提高物流能力 现在则允许小的商家更快地通关 2021年5月 亚马逊上的几个中国店面被暂停营业 包括知名卖家EMPOWER和UKI 尽管亚马逊没有透露停牌原因 但根据其发给第三方卖家群体的信 这些执法行动与虚假产品评论有关 据南华早报报道 有一位卖家在某网商社区的讨论区 就亚马逊打击虚假评论写道 我承认我曾付钱让人写评论 但那是因为我的竞争对手也在这么干 所以我也得这么干 如果有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 谁会想干这种骗人的事情 未经许前这样身边能 cole完健宝 就不必拍照 环境众编编 Stay 倍效责 no 这位 明 logically 你见过 并不恢似